突发,现年74岁的香港知名老戏骨,TVB前资深艺人刘松仁,在接受港媒采访时就透露,将来他不会再拍剧,电影也不会再拍了,所以,言下之意就是将正式吸引,之后在荧幕上也很难再看到刘松仁的身影,可能关注刘松仁的小伙伴都知道。 从2020年开始,他就被爆出身体爆养,甚至有传闻他病重,中风,他后来还被传媒拍到撑着拐杖走路,行动不太方便的照片,不过对于自己的中风传闻,刘松仁也曾让好友米雪帮他做出过澄清,表示他并没有作风,撑着拐杖走路,其实只是意外摔倒,导致短暂身体行动不变,不过身体状况还是特别健康。 为了否认自己的中风新闻,刘松仁最近这几年,也特别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一些外出旅游,吃喝玩乐时拍摄的照片,其中偶尔也会有他自己的最近近兆和网友进行互动。 刘松仁整个人看上去特别精神,这次,刘松仁为了宣传舞台剧《立马斗》,所以也是难得接受了香港某传媒的专访。 刘松仁在采访中表示,将来他工作的重心,将会从目前转行幕后,也不会经常公开露面了。 至于已经好多年没有拍剧、拍电影,外界自然也非常期待刘松仁的再度付出,不过刘松仁这次就给出了明确回应。 现在对拍剧、拍电影没有任何欲望,他也是一个性格不张扬,比较内敛的人,将来不会再拍剧、拍电影。 另外,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,刘松仁在采访中也做出了回应,毕竟在几年之前被爆出过中风、身体抱恙等新闻。 外界对于他的身体状况也更加关心,刘松仁这次没有否认自己的健康状况变差,他只是隐晦地表示,现在年龄大了,身体肯定不及当年,人总会生老病死。 这些都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,他现在也看淡了一切包括生死,所以不要有太多的牵挂。 要抱着积极的心态,去勇敢面对,刘松仁几年前意外摔倒后,在家里调养了近两年,之后才慢慢复出演一些舞台剧。 在这康复的两年时间里,刘松仁的妻子也给他了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。 刘松仁和现任妻子结婚超过30年,虽说妻子比刘松仁小了20岁,但两人结婚之后感情就相当稳定。 刘松仁混迹演艺圈超过半个世纪,他的演技以及在香港娱乐圈的知名度自然不用多说。 不过在外界看来,刘松仁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有自己的子女。 当年,刘松仁结婚之后,很快就和妻子达成了共识,两人将来不会生儿育女,坚持丁克到底。 所以,婚后几十年,两人一直都在过二人世界。 刘松仁于七十年代进入娱乐圈发展,凭借着俊朗不凡的外形以及精湛的演技,他不管是在亚视还是在TVB,都备受重视。 主演过很多电视剧,是宏极一时的电视小生。 除了拍电视剧,他也拍摄了大量电影,他在周星驰电影《陆顶记》中扮演的陈静男一角,令不少观众印象难忘。 年岁渐长后,刘松仁也没有淡出娱乐圈,依旧频繁接戏。 妥妥的影坛长青树。 1949年,刘松仁出生在香港,她的家庭比较殷实,而且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。 刘松仁自小懂事独立,而且比较早熟。 小的时候,她发誓要成为母亲的骄傲,不让母亲在家庭中受到欺负。 转眼到了长大成人,刘松仁开始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努力拼搏。 不过,刚步入社会的刘松仁充满了迷茫,她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。 就在刘松仁不知所措的时候,她突然在路边看到了一个招考信息,让她彻底改变了命运。 原来,香港立地电视台正在招募演员。 刘松仁灵机一动,决定去报考试试。 1971年,刘松仁非常幸运地考上了立地电视台,成为了五届议员训练班。 所以说,刘松仁是被上天眷顾的人,她也正式闯入了娱乐圈。 次年,刘松仁从议员训练班毕业后,进入了香港立地电视台,正式成为了一名演员。 值得一提的是,汪明泉还成为了刘松仁的师姐,两人关系非常要好。 不过,当时有一个叫李颖的女孩彻底走进了刘松仁的心里。 当时李颖和刘松仁是一起进入立地电视台,长相靓丽的她备受男生喜欢,其中就包括刘松仁。 不过当时刘松仁只能偷偷暗恋李颖,因为她还没有名气,底气还不是很足。 于是,刘松仁开始将重心掀放在事业上,等待合适的机会向李颖表白。 在立地电视台,刘松仁凭借帅气英俊的长相,被监制李赵雄赏识。 她的演艺之路开始顺风顺水。 她刚出道就在作品《东绿》中饰演了男二号,开始展露头角。 此后,刘松仁又相继参演了《环君明珠》、《八月桂花香》等剧,积攒了不少名气。 如此一来,刘松仁便和李颖渐渐走到了一起,两人谈起了甜蜜的恋爱。 为了能够让李颖刮目相看,刘松仁开始拼命拍戏,立志要在演艺圈闯出一番名堂。 1976年,刘松仁转身加入了无线电视台,并得到了王精父亲王天林的赏识。 于是,属于刘松仁的大好机会很快便悄然来临。 那一年,刘松仁主演了电视剧《陆小凤》,并凭借游侠陆小凤一脚一举成名。 当时刘松仁有多红呢?就连郑少秋和黄元申都要在《陆小凤》中给刘松仁当配角。 刘松仁成为了当红小生后,片约开始不断,但他却有了想当导演的想法。 于是,刘松仁开始出国学习,学成归来后,自导自演了《北极星》,并一举获得了成功。 此后,刘松仁的演艺事业开始一路飞奔,可他和李颖的爱情却开始走向了结束。 刘松仁和李颖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,李颖喜欢结交朋友。 懂得享受生活,而且特别贪玩,而刘松仁则比较安静沉闷。 所以两人在生活中经常吵架伴嘴。 有一次,刘松仁回到家后,发现李颖和一群朋友在家中开party。 而刘松仁并不知道这件事,看着家里一片狼藉不堪的样子。 刘松仁十分气愤,他直接对李颖说,下次再有这种情况,你应该提前通知我一生,要不然我突然回家,大家都会很尴尬。 两人因此闹得很不愉快,感情也随之出现了巨大的裂痕。 最终,性格极度不合的两人遗憾分手,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感情。 情断李颖后,刘松仁开始拼命拍戏,并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又一个巅峰。 而李颖则火速嫁给了富商,吸引后生下了两个女儿,过上了富泰生活。 1980年,刘松仁和师姐汪明泉一起出演了电视剧《精华春梦》,饰演了王库子弟金振熙一角。 随后,他又和米雪一起合作了武侠剧《武侠帝女画》,饰演了张丹峰一角。 这也是梁雨生最满意的版本。 在剧中,刘松仁和米雪饰演了一对经典荧幕情侣,戏外两人也因此传出了绯闻。 虽然两人郎才女貌,堪称是天作之和,但两人始终保持着好友关系。 当时刘松仁暗恋女神赵雅芝,不过他迟迟不敢表白,最终赵雅芝结婚生子,他错过了最好的机会。 自从和李颖分手后,刘松仁就一直处于感情空白的状态,而且对爱情变得非常消极。 他甚至想过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不生子,可让刘松仁想不到的是,属于他的真爱很快就要到来。 1992年,刘松仁事业爱情迎来了双丰收,他主演了经典电视剧《大时代》,还在周星驰版的《鹿顶记》中饰演了陈浸男一角。 刘松仁饰演的陈浸男也是影迷心中最经典,最深入人心的一个,让人充满了回忆。 那一年,刘松仁坐飞机去温哥华散心,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位美丽的空姐。 刘松仁对这位空姐一见倾心,他不好意思和空姐直接表达心意,于是便问他要了纸和笔。 刘松仁写下了一首藏头诗,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,然后把纸塞给了空姐。 过了几天后,刘松仁果然接到了空姐打来的电话,两人因此开始相识。 空姐叫苏家燕,是一名泰国人,比刘松仁小了二十岁,两人结下了缘分。 此后,刘松仁开始主动追求这位泰国空姐,最终如愿抱得美人归。 相恋不久后,两人便迅速闪婚,开始了婚姻生活。 结婚后,两人约定好了不要孩子。 苏家燕不愿做家庭主妇,继续做空姐工作。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她的身体也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,身体销受沧桑,连行动都不方便了。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,刘松仁开始后悔没有要孩子,或许晚年的生活会更加圆满一些。 她说,可能看到太多问题家庭,我一直很抗拒生小孩,但现在年纪大了,反而越来越喜欢小孩,虽然已经力不从心。 但刘松仁最大的幸福,就是妻子一直默默陪在她身边,尽力照顾她,没有孩子,身体不好。 需要妻子照顾的刘松仁,开始渴望一个幸福的晚年。 对她来说,多挣一些钱,或许才能保证她和妻子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顺遂一些。 但是,如今,已经74岁的刘松仁,早已过上了平静如水的晚年生活。 人生虽有遗憾,但她始终在向前看。